哼,妈妈讨厌 乐乐,你怎么了 我想要买那本书 但是妈妈说不行 嗯,为什么不行 因为我这个月已经买过两本书了 所以妈妈说要下次才能买 那只好再等等了 哼,我不管,我不管 我想要买啦 生气的乐乐 你让我想起一个生气会喷火的故事 嗯,谁会喷火 哈喽,我是乐乐 要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 哇,这样太危险了吧 怎么喷火喷成这样 他们的尾巴都着火了 对啊,因为他太生气了 他就变成一只喷火龙了 哇,真的是太夸张了 那在生什么气啊 现在小姐姐,赶快赶快办下一页 有一只蚊子 有一只蚊子,名字叫波泰 它会传染喷火病 它最喜欢吸爱生气的人的血 什么意思? 喷火病是什么? 乐乐,你觉得喷火病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这个病我从来没听过 你想,它要飞去哪里呢? 嗯... 啊,找这个人吗? 哈哈,对 哦,它是古怪国的阿古力 阿古力很爱生气 乐乐,你看它的脸 哎,红红的一个点 蚊子也变红红的 嗯,波泰啊,应该是盯了阿古力一包 你看它,好开心 但阿古力呢? 它看起来,牙齿好尖 尾巴也有尖尖的 嘿嘿,它的鼻孔好好笑哦 阿古力应该不太开心 你看 嘿嘿,它这样 嘿 嘿 它在跳舞打蚊子 阿古力现在非常生气啊 哎,为什么? 被蚊子叮到很痒耶 找妈妈擦药啊 哦,还是因为波泰吵它不能睡觉 哎,就是很有可能的哦 还没睡饱,被蚊子吵醒,不高兴 然后 哄 哇,好大的火 它喷火了 阿古力大叫一声 没想到就喷出了大火 如果我也被波泰叮到 热气的时候也会喷火 大家都会吓一跳 嗯,乐乐,你确定要这样吗? 你看,会喷火的阿古力 哇,家里都烧掉了 桌子也没有了 食物也会被火喷的 不能刷牙,嘴巴会臭臭的 诶,这是它的娃娃娃吗? 诶,这是它的玩具 它怎么一直喷火啊? 这可能就是波泰传染给它的喷火病 你看,还有 大家也都不跟它玩了 啊,这里,是不是因为阿古力开口就会喷火 所以朋友跟它说话就会被火喷到 有可能哦,它这里是说啊 阿古力它想要泡到水里,把火弄洗 但是它一进去,水的温度越来越高 古怪国的居民差点就被烫熟了 所以大家赶快逃走 这样就没有人想跟阿古力做朋友了 乐乐,这样子你还想跟阿古力一样 生气的时候会喷火吗? 我不要了 这样爸爸妈妈跟好朋友就会不敢靠近我 啊,我不要生气,我不要喷火啦 乐乐,我知道你很想要买故事书 我们可以好好跟妈妈讨论,一起想办法哦 嗯,嗯,好 小朋友,我已经不生妈妈的气了 因为我已经跟妈妈说好 生日的时候可以再买两本书哦 现在换我说故事给你们听咯 我要说的故事是 我变成一只喷火龙 有一只蚊子叫做波泰 它喜欢盯爱生气的人 阿古力是爱生气的人 所以阿古力被盯了之后就有喷火病 哦,那是波泰传染给它的 然后阿古力就一直喷火 不能吃饭,不能刷牙 会把玩具跟食物烧焦 还会没房子住 每天失火 房子都黑黑的 连好朋友的尾巴都会被火喷到 阿古力一直想不要喷火 但是都没有成功 你知道它最后怎么了吗? 欢迎你在底下留言跟我说 看谁知道 好了,我说完了 换你跟爸爸妈妈说故事吧 乐乐有频道咯 记得按下订阅按钮哦 嘿嘿 哇